昨晚体验了一场午夜惊魂 醒来已经是下午了 本来准备起床做点吃的 却发现我已经把整个冰箱里的食材都消灭干净了 就在我准备发动车子出去采购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的司机好像有点不讲武德 和挡路的司机大哥沟通没想 再小心翼翼的把房车挤了出来 找了个超市买了两大包食物 这应该够我吃两天了 有水有电有食材的房车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这种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也一直是我所向往的 看着这辆旁人大物在这个城市里穿插着 遇到这样不讲理的油条司机也只能在心里问候一下了 有惊无险的找到一处算得上安逸的录音地 今天就在这里住下了 停车之后先把换气扇打开 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赶紧用户外电源煮上一锅热腾腾的火锅 在这寒冬的城市里 找一处闹钟取经没人打扰的地方 躲在房车里涮一顿火锅 这感觉还是很爽的 这个冬天你胖了几斤呢 吃饱之后必饭困 再来一杯咖啡提提神 我该规划一下今年的行程了 你们觉得这个季节该去哪里呢